哈喽,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见见,我是爱你们的迷妹,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部奇幻电影,故事贩卖机,官能许愿,小刘七岁那年发现自己有超能力,可以用器官许愿,每实现一个愿望,器官就会消失一个,不过不用多久,器官就会复原,而她最大的愿望,就是让青梅竹马的小羊爱上她,但是,这个超能力似乎对她不起作用。 在小羊25岁这一天,小刘决定鼓起勇气跟她表白,但是小羊却在出门的时候,被路边的货架压死了,小刘用自己的超能力施展时空倒流大法,这次她失去了舌头,不过,她让路边的货架提前倒了,这样就不会压死小羊了,没想到,小羊这次为了躲避一只狗狗,喝到路边的花坛上死了,时光倒流,小刘变瞎了, 她冲到小羊面前,抱着她不让她离开,小羊挣脱之际,砸破了旁边的鱼缸,然后被玻璃碎片扎死了,时光倒流,这次小刘表面看起来没什么问题,下一秒就咳出了一滩血,或许是觉得自己时日无多,她终于鼓起勇气,表达了自己的心意, 小羊见她身体不适,想从她去医院,小刘却说不用了,小羊立刻出门去见了自己的追求者,果断地拒绝了她,因为她十几年来都一直在等一个人表白,现在她终于等到了,时间回到小时候,那天也是小羊的生日,小羊想要柜子里的蛋糕, 但是小刘没有钱,小羊失落地离开,就是在那天,小刘发现了自己的超能力,她许了一个愿,想要柜子里的蛋糕,下一秒,蛋糕就出现在了她的手上,送给小羊之后,她非常开心,还说,等到了25岁就要嫁给小刘,然后分了一点蛋糕给小刘尝尝,不过,当她转头离开之后,小刘的嘴巴消失了,那天的誓言,却刻在了小刘, 小刘的心里,她就一直喜欢小羊,喜欢了十几年,支撑不住的小刘口吐鲜血,倒在了地上,等她再次醒来,小羊已经依偎在她的身旁,有情人终成眷属,所以说,出门行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帽,不然就会被人表白,抓取谈恋爱的,好了,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,如果你点了关注评论的话,我就陪你一起寻找真爱哦,欢迎大家 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,让迷妹带你看进过游战争科幻的眼,下期见啦